保时捷可谓是豪车的代表了 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而提起保时捷 相信不少人会想到保时捷的神车 保时捷918 的确保时捷作为世界三大神车之一 只需要2.6秒可以破败 成为不少土豪们的超级玩具 不过要收到最具性价比的保时捷跑车 懂得的朋友首选就是保时捷911 如今作为保时捷最快的911车型 2018款的保时捷911车型 可谓是转进眼球 2018款的保时捷911 车型在外观上已破洞的 18款的保时捷911有许多区别 除了增加不少碳纤维配件外 车顶式碳纤维材质 而且选装防滚架材质 或是钛合金材质的 2018款的保时捷911车型 在内饰方面将设计的更加具有赛车感 碳纤维材质 在中控区域也被运用的零零尽致 2018款的保时捷911车型 限速占400千米每小时 这个限速 跟该款车型的限量发售了400台 不期而合 玩时的朋友都知道 514H的理念就是追求操控感跟速度 虽然2018款的保时捷911 在车型上的综艺下了不少功夫 不过试驾过的朋友都说 该车的舒适性真的不敢苟同 2018款的保时捷911的车型 外观看起来很是流畅 尤其是流畅性的尾灯 让18款的911 在夜晚变得更有辨识度 而且这款保时捷911 匹配的是7档双联合变速箱 它的方向盘看着平平无奇 不过中间保时捷的车标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车内配置主要是包括 胎压监测功能 前后倒车雷达 定速巡航 后视镜加热 以及防旋木等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 2018款的保时捷911车型 搭载的是一台3.8T发动机 最大可发挥700脉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